每几个小故事 欢迎收看 迷离时空 1961第3集 第14集 哎 还挺顺的 一名少校醒来后 就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 还一下劲 起身打量一下周围 上方看上去 好像有个月亮一样的东西在罩着 默默触碰着墙壁 也没有暗门可以出去 正纳闷着 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呀 黑暗中 少校就不小心碰到了一个小丑 小丑用自己的方式 活跃气氛和少校打着招呼 少校健壮哪有心思开心呀 反而还质疑小丑 为什么穿得跟马戏团的演员一样 你从哪里搞得花里胡哨的 呵呵呵 我就是来自马戏团的 坐下来小丑就用脚势 引您招什么急呀 还有其他人呢 少校起身过来一看 这边又排着队出来了 舞女 乞丐以及乐手三个人 见这个情况 少校更加急躁了 你们搞什么呀 还弄一些莫名其妙的 出场背景音乐是吗 我们到底在哪里 我们是谁呀 我为什么记不起来了呢 众人听后 先是集体沉默 之后舞女就回应 少校我们跟你一样 也不知道我们在哪里 我们是谁 我们几个只是醒的早了一点 很奇怪 我们几个相互都尝试回忆 似乎记忆被抹去了 什么都想不起来 一看少校向上方发问 我们要在这里待多久呀 小丑也肢体模拟着少校的话 自问自答 问题问的很好呀 可是没有人知道答案的 你别烦了 也别模仿我了 我是要出去的 看着上方照着这里的光 众人也发散思维 开始了自己的猜测 小丑觉得这里就是个实验室 我们被人关在这里了 舞女就认为 说不定我们现在在其他星球 也说不准的 又或者说这是我们做的梦呢 乞丐只是说了一句 我们现在在地狱呢 都已经挂了 乐手就猜测啊 有没有可能我们在别人的梦里 只是几个角色呢 听完大家的想法 少校就说 你们开了这么多脑洞 那我们怎么出去 这么现实的问题 你们不好好想想吗 乐手就反问 你有什么好主意呢 这一问 少校也带着大家琢磨起来 是这样的 我是醒的比较晚吗 你们醒的早一些 也不管早晚吧 那把我们关在这里的人 肯定秘密的 给我们送食物和水的 那那些人从哪里进来的呢 舞女厅后 可是我们这里没有食物和水呀 怎么可能没有食物水呢 我们要渴死饿死的呀 那舞女就反问 少校你觉得饿吗 你有什么感觉吗 少校听后也不得不承认 似乎自己的身体 啥感觉也没有 感慨着不可能的 这根本不符合逻辑 脱掉鞋子敲打着墙壁 折腾一圈 少校就再向上空喊话 有没有人听得到呀 什么时候放我们出去呀 而这时忽然传来一阵铃铛的声音 一次时间重置 震得大家也受不了 声音消失后 小丑就示意舞女 给少校跳个舞 住住姓吧 乐手默契的吹着乐器 舞女跳着 起来少校就表示 你们的少校只想离开这里 根本不想伴奏跳舞的 过来踢了一脚墙壁 疑似里面是空心的 少校灵机一动 我们可以把墙砸开的呀 啊我的大少校太聪明了 想象力太丰富了 你怎么砸呢 用手吗 我用这个 我有自己的刀好吗 小丑模拟着少校 啊你用这个 只见少校拿起刀尝捅墙 直接把刀弄断了 舞女见少校尝试之后很失落 也过来安抚着 没事的 被关在这里过一辈子也挺好的 您看看这两人靠的这个距离 不奔一个吗 很抱歉 少校哪有心思打奔呀 还是费解着对舞女说 舞女你看我们肯定是曾经生活在某时某刻某个地方的 我们肯定跟外面的人有一些连接的 现在说不定外面牵挂着我们的人还想着我们呢 我们还是想办法出去呀 您别说之后模拟着 少校还真的想出了一个办法 首先这个圆柱形的密闭空间墙壁很光滑 肯定是爬不出去的 看着小丑手舞足蹈的 少校一想我们干脆每个人站到对方的肩膀上 叠罗汉式的往上叠 团结一致肯定可以出去的 这样吧各位你们也别多想了 我站到最底下吃点亏总可以了吧 小丑先站到我肩膀上 乞丐和跃手跟上去 体重最轻的舞女最后站到最上方 行吧众人一想又不损失什么 试试就试试呗 很快四位男士就依次站到对方的肩膀上 组成了一个人梯 那最后舞女小心翼翼的攀爬着 越过四人也来到了上方 不过舞女把身体拉直 尝试着用手触碰上方 很遗憾尝试了几次 就差那么一捏捏 就在底下的上校边苦苦支撑着 边给大家加油打气 大家再站直一点吧 说不定舞女就能够上去了 而这是铃铛声忽然响起 直接把人踢阵倒 众人就跌落了下来 下来之后舞女摸着自己的腿 也感觉是骨折了 这下动不了了 那也没有关系 这么一尝试吧 少校又想到了一个点子 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断了的刀把 我们把衣服做成一个绳子 这次我们四个再跌罗汉 我站在上面 用这个刀把勾到上面的墙 肯定可以出去的 于是大伙折腾准备一番 再跌成人体试试 少校来到上方 拿着绳子连接的刀把 尝试了几下 还真的勾住了外面 再用尽力气顺着绳子爬着 用手扒住墙壁边 少校还真的爬到了墙壁上面 刚坐下来看着外面 准备回答队友的问题 一个没坐稳少校就跌落到了外面的雪地里 而这是一个突发的结局来了 哦 又晃了我一下子 随着马路边的小朋友捡起一个少校的人偶 征得母亲的同意后放回了圆筒里 搞了半天原来五个人就是圆筒里面的人偶玩具呀 今天是圣诞节 旁边一个商贩在圆筒旁边 摇着铃铛也叫卖着 卖圣诞人偶啦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 如果这些人偶是有意识的 那故事开场到现在 大概就是五个人偶 渴望离开这个环境的幻觉 梦境和想象吧 怎么尝试家模拟都出不来 您看看绝望的舞女都哭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